欢迎加入下午两点的非凡整点新闻 我是朱慈瀚 投票加点来关心到美国总统大选剩下不到24小时的时间 两党候选人他们都把握最后的时间来做拉票 其中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她是前往了宾州各地主打民主团结牌 也喊话要凝聚选民 试图升高在关键摇摆州的险情 而根据各个机构的封关民调 贺锦丽跟川普的支持度依旧是难分难解 也让外媒直呼这一次真的可以说是近年来最接近的一次大选 马上就要迎来两党候选人角逐美国总统大位的终局之战 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把握最后24小时 前往摇摆州宾州造势 向支持者性情喊话 就连美国流行乐天后凯蒂佩瑞也惊喜献身为贺锦丽站台现场 停贺阵营的好莱坞演艺人员再添一位嗨翻全场 根据爱莫生学院最新的封关民调 在七个关键摇摆州当中 川普在其中的四个州暂时取得优势 但差距都在误差范围内 另一方面美国公共电视网则反过来指出贺锦丽在全美以51%的支持度领先川普约4个百分点因此都还有变数 外媒透露超过一半的潜在选民目前已经完成投票 另外有三分之一的选民计划在选举日当天亲自投票 鹿死谁手 近代揭晓 记者陈明俊、李芷营综合报导